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马上班师回朝 而是继续向关中进军 因为关中啊 此时还盘踞着严岑 吕伟 张罕 蒋镇 仁良等诸侯 他们是各拔一方 各地为王 此时不成圣而除之 终将是心腹大患 冯义把目标瞄准的 是自称为吴安王的严存 秦贼先亲王啊 拿下了严存 其他的诸侯就好办了 严存关键时刻 没有选择独自战斗 而是联合了张罕 人良 但事实证明呢 严存临时组合成的三个臭皮将 还是抵不过冯义这个诸葛亮 两次大战 严存都已失败告终 最后 他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带领着残兵败将 逃往了南阳 接下来 冯义推出了一个政策 坦白从宽 抗拒从眼 对关中的其他诸侯做出了规定 对于反抗不投降的 坚决予以消灭 对于归顺立功的 坚决予以奖励 结果除了吕伟 张罕 蒋镇等人 投降了割据巴蜀的公孙树之外 其他的诸侯全部归降 如果你认为这就大功告成了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建武二年 也就是公元二十六年 刘秀怎么也想不到 他最宠爱的大将邓凤 在这个接骨眼上反叛了 邓凤是刘秀二姐夫邓臣的侄子 邓臣在革命之初 为了支持刘秀兄弟 那可是率着全族老小 倾尽所有的家财 刘秀登基以后 没有忘记这位可爱的姐夫 他封邓臣为房子侯 而且邓氏家族其他的人都得到了重用 特别是邓凤 因为他特别勇猛 立下了不少战功 刘秀就封他做了破鲁将军 按理说呢 这个破鲁将军 可以和汉武帝时的魏清 霍去兵相提并论 邓凤应该很满足才对 邓凤是对刘秀感激提灵的 因此他在战场上很是卖命 甚至都不要命了 可事事难料 邓凤终于还是走上了反叛的道路 为什么呢 只因为他回了一趟家乡 功成名就 邓凤对回乡自然很是憧憬 容归故礼 那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 当邓凤兴兴致勃勃地 回到老家的时候 发现不但家乡人 没有出现十里相迎的场景 而且家乡的变化太大了 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房屋是东倒西外 乡亲们也多半是非死即伤 一打听 才知道这个凄凉的景象 是吴汉的部队干的 吴汉大家都知道 他是刘秀的得力部将 邓凤以前也对他很是敬佩和尊重 建吴二年 刘秀在派冯毅西征的时候 还派吴汉率军平定南阳南郡等地 吴汉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 连续收复晚城 聂阳 离县 壤城 新爷等地 但是他纵容部下掠夺乡民 搞得是民怨沸腾 但此时邓凤亲眼所见 吴汉的军队犯下了如此的暴行 他对吴汉的观念顿时就改变了 吴汉欺人太甚 连自己人都搞 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看来是不行了 于是邓凤振逼一挥 临时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 找吴汉去评礼 如果邓凤个人单独去吴汉 商讨解决这个事 那可能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可是呢 他带着一伙人 气势汹汹啊 吴汉的军队 也是因为实在太饿了 才做出了不道德的事情 自然是据理力争 那结果可想而知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 双方立马就打起来了 按理说呢 到了这个时候 只有吴汉出面 才能平息这场内乱 但是吴汉却选择了袖手攀官 吴汉之所以这样纵容不下 是有原因的 原来啊 吴汉也是南洋人 他生在一个很穷的家庭 为了能够出人头地 他很是刻苦勤奋读书 结果十年寒窗苦读 没有白费 他被聘为了庭长 当年刘邦发迹的时候 就是从庭长开始的 所以呢 这个庭长也不错 吴汉是个爱交朋友的人 五湖四海的人都愿意跟他来往 但偏偏就是这种义气 把他给害了 他的门客做了违法的事情 吴汉不忍心让他们受到惩罚 刻意为他们隐瞒 但是纸里包不住火 结果他因为包庇罪 被免了纸 他原本以为南洋的父老乡亲 看在他平常慷慨解囊的份上 会帮助他度过难关 可他很快就明白了 人在人情在 当他变回了一介不一 没有人愿意跟他交往 更别说帮助他了 他遭遇的都是白眼和冷嘲热讽 痛心之下 吴汉选择了离开南洋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他对南洋的感情彻底破灭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的部队在南洋掠夺 吴汉选择了默然以对 本来邓凤来呢 吴汉是要给他几分面子的 可是邓凤的过激举动 却彻底地激怒了吴汉 他好像看到了当年自己 孤独无助的时候 被人嘲笑和气骂的场面 于是呢 即便双方打起来了 他非但没坐何时佬 反而多派人去痛打邓凤 邓凤只带了这么点人马 自然不是吴汉的对手 是落荒而逃 他越想越气 越气越恨 恨到心里痒痒的 就又再去召集父老乡亲 这一回 一呼百应 乡亲们都操起家伙来支持邓凤 邓凤原本就是一员小将 在战场上取敌手机 如碳囊取物一般 因此呢 由他率领 大家很快就打得 吴汉的军队落滑流水 吴汉败了 他马上向刘秀进行了汇报 说是邓凤反了 刘秀一听就大吃了一惊啊 这可不是小事 于是马上又派了九名将军 去南洋 向邓凤讨一个说法 刘秀的意思很明显 我派九个重量级的人物 来跟你谈判 一是给足了你面子 二是来施压 如果你就是闹着玩呢 那就应该马上放下武器 回头试案 可当时的邓凤都气昏了头了 打败吴汉还不解恨呢 偏偏这个时候 刘秀派来的九名将军又到了 他的火气 自然就往这九个将军 头上撒 结果九位将军受到侮辱之后 自然向刘秀汇报说 邓凤完全反了 刘秀是怒火中烧啊 派军队交给九名将军 联合武汉 组成了十小龙 一起争讨登方 登凤打败了武汉之后 不但人气大增 而且还顺势取了武汉军队 所留下来的资重和粮草 眼看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了 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真的在城头上扯起了大旗 公然和刘秀的军队开战 两军很快就进行了一次大决战 结果却成了一边倒了 邓凤大败以武汉为首的联合部队 十小龙伤了好几位 而且其中分量很重的朱佑 还被邓凤给生擒过来 邓凤之勇可想而知 眼看再放任邓凤这么闹下去 不但有损刘秀的国家形象 而且如果邓凤势力 一旦进一步扩大 那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 刘秀思来想去 正准备给邓凤一点颜色瞧瞧呢 继承 却又传来了蓬崇反叛的消息 话说当年刘秀在河北遭遇亡狼的突然变脸 一路追杀之下 直到信都合成才结束了生死逃亡 在接下来的反击战中 上古和渝阳两军的铁骑 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而当时的渝阳太守彭崇 倾尽了全部家产和兵力来支持他 又是工兵又是工粮 功不可没 可以说刘秀最后能平定亡狼 军功章里边有一半都是人家捧宠的 那么他为什么会在几乎功成名就的时候 选择了另一条不归之路呢 其实他和邓凤一样 也是因为恨一个人所导致的 这个人就是他的顶头上司 名叫朱福 朱福也是最早跟随刘秀在河北干事业的人才之一 立下的战功不少 后来呢 刘秀派人杀了刘璇派来的幽州墓 立朱福为幽州墓 当时的幽州下边有十个郡 彭崇所在的于阳郡 就是其中之一 朱福身为一方官员 自然想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一是为了报答刘秀 二是为了能进一步的飞黄腾达 可是呢 扩充军队要遣 建房子要遣 请能人议事要遣 朱福是深深体会到了 什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感慨归感慨 朱福马上就想到了筹经费的好办法 葛俊多交粮多征税 上司发了布告 葛俊积极响应 粮食和钱财都如期交上去了 唯独彭崇却交了一份白卷 朱福就直接质问彭崇 这是什么意思啊 彭崇说了 现在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 老百姓 老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您这又是家粮又是家税的 搞这些花架子工程建设 我们承受不起啊 我现在首先要保证 我郡里军队的温饱问题 其他的 数不能完成任务 朱福还是耐心地做他工作 只要我把上边的机制完善规范了 我们就会越来越富有 到时候啊 面包会有的 牛奶也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但是彭崇就是不买账 什么都不交 朱福就很生气了 我是你的顶头上司 你公然违抗我的命令 长此以往 我还怎么管其他的郡呢 思来想去 他决定以打报告的方式 来提醒和约束彭崇 灰心转意 于是呢 刘秀很快就接到了 朱福写的一封文采斐然的信 信是这么写的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但我今天忍不住在陛下面前 扬一下家丑 为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美好未来 臣有罪啊 臣没能管好下属 接下来 他直接点出了这个没管好下属的名字 彭崇 再接下来就是论证 说出了彭崇的四大问题 不忠 不孝 不仁 不义 彭崇身为一方郡主 却受贿 由父陛下的后爱 彭崇把自己的妻子从老家接过来住 却把年逾七旬的老母遗弃在家 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不孝 会孝顺朝廷 孝顺皇帝吗 不仁 彭崇杀害自己的亲朋好友 虎毒不食子 更何况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啊 这样的人 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得出来呢 彭崇现在招募了大量的士兵 私自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兵器 磨刀祸祸叙事待发 他的罪翁之意不在一郡 而在于天下呀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可以说这是形容一个人坏到极致的评价 可刘秀呢 看了这个小报告之后 却说了 我的手下不至于出现这样的白泪吧 将信将疑 刘秀没有妄下结论 而是试探了一下 故意向彭崇透露了小报告的内容 意思很明确 你得罪了你的顶头上司 你对照自己的行为 有则改制 武则加勉 好自为之吧 应该说刘秀还是很厚道的 如果彭崇知道以后 能够收敛自己 能改正自己 能主动找诸服认错 或许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可是呢 彭崇是个七尺男儿 是一个说一不二顶天立地的壮汉 是个极恶如仇 誓死如归的人 你叫他第三下四的去求诸服 对不起 他办不到 诸服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既然你办不到 那我一定要把你绊倒 于是乎 他的报告是隔三差五 就往刘秀的办公桌上飞呀 最后像雪片似的堆了满满一桌子 眼看再这样下去 就没完没了了 刘秀就坐不住了 决定把彭崇找过来问个究竟 把这件事情呢 和平解决掉 别人如果接到刘秀邀请入宫的消息 那高兴还来不及呢 但是彭崇接到入宫的消息 却如同掉进了冰窖 去还是不去呢 这是一个问题啊 去 诸服天天打我的报告 刘秀在这个节骨眼上叫我入金 怕不是好事吧 恐怕是有去无回 不去呢 黄命难尾啊 这分明就是抗旨不尊啊 那可是犯了杀头之罪啊 思来想去 彭崇还是决定去 但是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和诸服一起去 他的意思很明确了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我和你诸服有什么恩怨 当着皇帝的面说清楚 就算皇帝要杀我 也要拿你这个杀千刀的诸服做垫背的 可是呢 面对彭崇的一加一 刘秀回答说 一加一不等于二 我就想单独和你谈 只叫他一个人去 彭崇啪呀 于是呢 他就问妻子的意见 妻子的回答是 简单干脆利落 不能去 首先 辞去京城太过冒险 万一刘秀不安好心 那岂不等于白白送死 第二 现在天下群雄并起 还是一锅乱舟呢 究竟最后谁能得到天下 还是个未知术 第三 咱们余阳郡不但是个大郡 而且拥有一流的铁骑兵 兵多将广 守在郡里 就可以成为一方霸主啊 有道理啊 但彭崇还是不敢妄自决定 马上又召集自己的手下 亲信部将 征集他们的意思 亲信们也不敢轻易开口 最后只是说出了 刘秀很好 诸服很坏 这个意思 就是说呢 刘秀对我们没有什么偏见 但诸服这个人太坏了 总是打我们的小报告 难保皇帝对我们产生怀疑啊 这是在暗示彭崇 不要轻易地去京城 彭崇就终于做出了决定 先看看风头再说